再來關心一起車禍消息 12號下午4點左右 花蓮市北濱外環道發生一起致狀死亡車禍 一名63歲流星男子他駕駛著砂石車 不明原因突然偏離車道致狀上對向南下車道的圍牆 救護人員到達現場趕快協助駕駛脫困 不過這個男子的頭部受創嚴重 緊急送醫還是宣告不治 北濱外環地下道車輛零件散落一地 一輛砂石車還硬生生的卡在對向的南下車道 12號下午4點左右 花蓮市北濱外環地下道發生了疫氣致狀死亡車禍 一名63歲流星男子駕駛著砂石車 因不明原因突然偏離車道 致狀上對向車道圍牆 造成駕駛頭部重創一度受困 而警銷在貨爆後也立即趕往現場進行搶救 但駕駛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隨後送往門諾醫院仍然宣告不治 是否有生病或疲勞架勢 目前還不得而知 至於詳細造勢原因 只還有帶警方做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 徐立晴 華聯時報道